下面一起来关注美国东部地区的消息 大都会运输局前主席罗德 将重掌大都会运输局出任主席一职 罗德2012年获委认为大都会运输局主席 任内纽约市经历飓风桑迪吹袭 但罗德迅速令地铁在摘后恢复情史 令地铁当局备受赞赏 自己一名望即生 令他同年决定辞职代表共和党参加纽约市长选举 却败给白思豪 其后加入纽约大学出任附属医学中心的副主席 本次罗德重返大都会运输局 属义务性质 只象征收取一元薪酬 并会继续留任纽约大学 纽约州议会亦赶在昨天会期完结前通过其任命 外界相信 罗德凭借其过去危机应变的网职 有能力带领服务日渐倒退的大都会运输局进行改革 布鲁克林天主教教区今日宣布成立独立基金向过去曾受神职人员性侵犯的实名做出赔偿 布鲁克林天主教教区辖下管有397座教堂 遍布布鲁克林与皇后区 本次的独立基金将参考纽约总教区的同类基金 由独立委员会审批赔偿 教区方面不得有异议 基金方面已经联络过去投诉遭性侵的235名人士主动提出赔偿 个案中最远发生于1934年 基金呼吁其他曾遭布鲁克林天主教区下神职人员性侵犯的人士 可于9月30日前申请赔偿 即使受害人已经过身 家属亦可待未胜利 布鲁克林主教迪马齐奥表示 金钱当然不能弥补受害人的伤害 但代表了教会忏悔的诚意 希望可以重建教区与社区的信任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 可浏览网址 目前在史丹顿岛新建中的摩天轮 卷入法律诉讼 摩天轮公司入柄控告成建商 违约停工 双方正在调解中 案情指负责设计和新建摩天轮的某公司 自上月26日起已经停工 并表示计算新的通涨和开支后 认为工程将会超之五成 要求摩天轮公司增加1亿4500万元工程费 否则扬言撤出工程 摩天轮公司方面 由于仅愿意增加2000万元经费 因此两日后入兵法院 要求法官勒令成建商复工 控方表示 由于摩天轮将是纽约市旅游业的重要一环 有制造就业振兴经济作用 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因此希望辩方尽快复工 史丹顿岛区长奥多亦去信法庭 表示摩天轮对岛上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同样希望尽快复工 控辩双方最后同意展开调解 若在7月中之前未能达成共识 个案才交回法庭复审 在史丹顿岛新建中的摩天轮 原定明年夏季员工 落成后高630米 将会成为全世界最高的摩天轮 纽约州议会昨日召开 经格会期最后一日会议 仍未就延长纽约市长白思豪 对公立学校的管制权议事达成共识 众议长西斯提提出 或在本星期五加开会议继续审议 否则纽约市将由下月起取消中央集权 改由各校区委员会进行分区管理 白思豪对公立学校的管制权将于本月30日结束 但州会议议会一直就纽约市特许学校的监管问题 未能达成共识 纽约州长库默一度尝试斡旋 提出先续期一年 容后再继续讨论特许学校争议 但众议长西斯提拒绝妥协 结果到昨日半夜11点半 会期结束后 仍未有共识 州会议会一旦不加开会议 并未白丝毫续期 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将由7月1日起 自动取消中央集权 改由32个校区委员会自行管理 直到明年1月 州议会复会为止 外界指出 由于校区委员会自行管理 效率不高 加上缺乏监管 容易有各自为政的问题出现 纽约市政府昨日宣布 在民事投诉委员会下 成立新组织 重新调查已结案的投诉 加强力度打击警员 行为不减滥权的问题 新组织将以前职业网球运动员 布雷克命名 布雷克2015年 在曼哈顿中城区一间酒店 被便衣警员误会是信用卡诈骗集团疑犯 以过度暴力逮捕 其后布雷克控告市政府 但于上月和解 条件是要市政府成立新组织 加强调查警员的滥权问题 布雷克昨日感谢市政府和其法律团队 努力将其公益的理念付诸实践 去年民事投诉委员会有五成五个案 在没有充分调查下 便作出判决和结案 新组织将重新调查这些投诉 并对有可疑案件进行翻案 以加强力度打击警员行为不减滥权的问题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昨日在纽约市地铁站 收集细菌样本进行化验 以了解市民日常接触到的细菌的抗药性 从而研发新药物 研究员在地铁站的售票机 扎口等市民经常用手接触到的地方 收集各种细菌细胞以及基因样本 进行化验 结果将于未来数月公布 康奈尔大学教授文森表示 市民日常接触到的细菌 绝大多数都无害 有些微生物甚至对人体有益 呼吁市民务须过分消毒或清洁 以免增强细菌病毒的抗药性 下面一起来收看两条社区新闻 法拉盛109分局21日召开会议 通报辖区上月发生了12起社交网络诈骗案 局长哈里森提醒民众警防社交网络和电话诈骗类型的金钱交易 来看报道 109分局局长哈里森介绍 过去一个月共发生了12起诈骗案 其中9起案件涉及亚裔 他举例说明 网络诈骗案种类很多 有通过社交网向朋友介绍投资汇款 或者介绍工作机会 需汇款支付资料费 也有冒充执法部门要求民众缴电费 或谎称亲属有难 需汇款免除被逮捕 局长表示 警察是不会直接打电话通知民众缴费的 哈里森还说明 许多网络和电话诈骗受害者是亚裔 多数为年长者 案件中就有几位年过八旬的受害者得知亲属有难 立刻慌张的汇款 哈里森还举例 许多亚裔受害者是通过脸书微信等社交网络被骗 也有不少十几岁的年轻人 不了解网络欺诈犯罪的类型容易上当 局长提醒民众 如果接到欠费电话 应立即查询核实信息准确无误 不要轻易支付 遇到任何诈骗问题 应该立刻向警方求助 华尔街市记者 财阳报道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21日在法拉盛举办迎接新生儿专题讲座 现场有专业医师与营养师为准妈妈们答疑解惑 来看报道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社区关系主任黄敬廷表示 结合华裔家庭的生活习惯 讲座讲解临产前的准备 生产过程 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健康饮食等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健康教育员郑艳新介绍 华裔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刚出生宝宝的饮食 他建议新生儿身体较弱最好亲自母乳喂养 一方面能够促进母乳分泌 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孩子尽快适应饮食习惯 有助于后期喂养 针对在美国生活的准妈妈是否要坐月子的问题 医生建议 妈妈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习惯进行选择 美国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 出门多注意卫生即可 在场的准妈妈就自己在准备迎接新生儿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饮食注意事项等提出疑问 医疗中心儿科医生健康教育员 对这些疑问一一进行了解答 为准妈妈们指点迷津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